玩3D打印的基本上分为两类人 第一 玩3D打印机 二 玩3D打印 第一类人乐此不疲的自己装机 自己调试 自己改装 自己升机 总之怎么折腾怎么来 折腾的越多乐趣就越多 而第二类人乐此不疲的使用3D打印机 怎么轻松怎么来 怎么简单怎么来 打印机完完全全就成为了一个生产力工具 最好是开机就能打 还一直都打不坏 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 我嘛 典型的第二类 所以我才只用拓足嘛 你看啊 这已经是我拥有的第五台拓足了 新成员是A1 Mini的大哥A1 拆箱之后发现这次开出的正品盲盒 居然是我老早就想要打印 但是一直却没有下定决心的涡散发动机模型 天哪 感谢拓足的临门一脚 这次我终于打出来了 而且相当炫酷 有没有 整体尺寸真的是非常大 而且也很重 的确是需要挺多的耗材的 白色部分我用的都是A1打出来的 剩下的其他零件 比如说像这个叶片等等 鱿鱼真的是太多了 加之我也想让它快点成型 就动用了其他几台机器一起帮忙 这里不得不再次夸夸特足的碳纤维加强PLA材料 发动机里所有的蓝色部分 就是都用它打出来的 质感真的是无敌啊 用层高1.6打印出来也没有明显的成文 隐藏的是相当到位啊 另外打印的后加工也非常方便 比如一些切削和打磨的工作友好程度很高 我甚至有一种像是小时候削铅笔的那种感觉 哎 你看都有碳嘛 怪不得啊 这次的A1之所以叫A1而不是mini 主要就是因为它长大了 打印版的尺寸已经来到了256x256 和X1P系列已经完全一致了 而且他们的打印版也是可以通用的啦 哎 再给一个小星星啊 通用程度越高就意味着后期的使用成本越低 其实在机器本身的性能方面 我倒没什么特别想讲的 因为它该有的精细在A1 mini身上已经揭晓了 比方说主动降噪 以及能够把打印的声音控制到 让你放到书房里面而不影响你工作的程度了 这在不风箱打印机界没谁了吧 还比方说新的多色打印系统AMS Lite 把原本高高在上的多色打印下放到了入门机上 让你的创意门槛变得更低了 同时还能大大减少手动换料的次数 真的是不止方便一点点啊 好 对了 高高在上 A1的AMS Lite也可以高高在上啊 官方专门出了一个可以打印的供料系统支撑配件 能够让我们将这个我原本放在A1身后的AMS Lite 架到它的头顶上 这根龙门架的顶上 你看 我现在正在用A打印的就是这个配件了 有点意思哦 架上去之后桌面空间就更省了 同时之前被大家广为吐槽的 A1 mini加AMS Lite反而比能够打更大零件的差异和P 还更占地方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拓足是真的在认认真正的倾听大家的意见啊 那最后谁应该买这台机器呢 我觉得有三种人是可以买的 第一种人啊 你之前是没有买过3D打印机的 但是对3D打印又有兴趣 那么把A1或者A1 mini作为入门机来选择 就再合适不过了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 你可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玩3D打印机 否则它得把你给玩死的 而要用这种稳的跟牛一样的打印机 先把3D打印玩好再说 第二种可以买它的人是换门 你之前在用别的3D打印机 你也了解3D打印是怎么回事 那么请体验一下拓足吧 惊喜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第三种人啊 这种人就比较特殊了 你可能已经拥有了拓足的差异或者是P1 但是再买一台A1 不仅可以低成本的扩展你的生产力 而且它的高颜值还能够帮你挣住面子 别人看了喜欢 自己看了享受 用起来还很给力 夫妇何求呢 买一台价格天花板级别的FDM打印机 就不会翻车了吗 且别天真了 你看我这车翻的 那就真是伤心了 本来我是打算用AMS 也就是自动供料系统的优势之一 多色打印来同时将这艘企业号航母的船身和船笛打印出来的 为什么要同时呢 因为这个模型的设计很巧妙 它本身就是一体打印出来的 然后甲板还可以翻开 将两架F14储存在机库里面 很好玩 为什么我想要打两个颜色呢 因为船身是灰色 水线以下跪的防锈通常都是深红色的 这样打印出来不是还原度就更高了吗 好 但是这个底床没有沾牢 在打印了将近15个小时 完成了大概8成左右的时候 正在马自的我听到了一声 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 碰 这艘船倒下了 因为你看 它是这样稍微斜着站在底床上的 所以这次翻车的教训就是 即使用这样的喷杀加热底床 在模型与底床的接触面积不大 或者是模型较高 自带倾倒的趋势 或者又是打印时间过长时 还是要在底床上再涂一层胶 比较保险 另外为什么我这次这么沮丧呢 来给你们看看平时看不到的一个角落 那一堆废料都是在打印这么小个玩意儿时产生的 另外还要再加上这个 我感觉单就它都比真正的模型要重了 真的是相当相当相当的浪费材料 还有时间 因为竹子的喷头其实只有一个 这就意味着它在整个打印过程中需要非常频繁的换料材形 而每次换料时都需要使用换上去的料 将前一个料 剩余在热端的部分完全挤出材形 并且竹子为了保险它会挤出的特别多 所以前后两种材料的浪费都很大 你看看这些再相对于这个就能够深刻体会了 所以竹子的确是个好东西 但是要不要用它的多色打印功能呢 我得要再仔细斟酌斟酌 3D打印最大能够打多大的东西呢 目前的记录是一枚长度35.2米的两极火箭 是的全3D打印出来的能够将约900公斤的载荷送到离地600公里以上的太阳同步轨道的一枚火箭 已经立在卡纳维尔角的发射架上随时等待着被发射升空了 这个呢将是一次改变历史的发射 为什么 可能跟大多数人想的都不太一样 火箭这个站在人类智慧金字塔尖端上面的工业 其实比起造汽车来说呢 还要原始的多 走进一间普通的火箭制造车间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自动化的设备 有的只是忙忙碌碌的人类的身影 可以说它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有两点 于是火箭的产量跟汽车的产量差异是数量级的 根本就没有理由为一个生产周期要长达数月的产品设置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 另一个是两则在装配时所面对的零件数量差异也是数量级的 火箭单就发动机来说 其零件已经可能就在千个以上了 再把其他的一家直接就穿到天文数字了 这里都要实现自动化装配难度和成本估计都是有点吼不住了 算了算了还是走传统的路线比较好 结果就是造的慢 换代酒还很贵 好了 这就是3D打印能够改变的地方了 其实从航天业到航空业早就在用3D打印来解决一些麻烦了 比方说制造那些传统上极其复杂 也极其费时的零件 火箭发动机的喷口算是相当典型的一个了 我以前有做过专门的一个视频 介绍了为什么从火箭发动机尾部喷出来的高达3000摄氏度的烈焰 没有把发动机的喷口给融化掉 那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 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 我在这就直接说结果了 基本上他们都是利用火箭上带着的超低温燃料 再给喷口降温 怎么降温呢 就是在燃料进入燃烧室之前 先让它围着喷口跑上一圈 来带走其中的热量 于是你表面上看过去 火箭发动机的喷口好像是一个挺光洁的罩子 但是只要走近一点 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由数千根非常细的管子焊在一起所形成的 这些细管子的里面流动的就是用来降温的超低温燃料了 可想而知 用传统的方式来加工这样的发动机喷口 是个怎样的费时费力的工作 难怪随随便便的一台生产下来都是以越技术的时间了 一旦用上了3D打印 更准确的说法是选择性激光金属烧结技术 所有的这些细管子就可以跟喷口的外观一次性直接打印出来了 把生产周期从越减成了周 这项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企业都是在这么干了 而且我每次去珠海航展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提供金属3D打印解决发案的公司 从一开始的稀奇我都有点变得不以为然了 其实Relativity Space就是开篇那枚全3D打印火箭的制造商 从一开始起也是由打印发动机起步的 只是他们很早就认准了是时候该颠覆一下整个火箭生产的过程了 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台金属3D打印机《星际之门》便被他们发明了出来 利用精确控制的电弧来融化铝合金丝 使其成绩融融在一起形成火箭的燃料箱管路还有外壳 不是分成几个而是一起成型的 它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快 快到60天就能够造完一枕没火箭 从发动机到枕流罩都含在里面了 第二个是省 省钱省力省人工啊 传统造火箭不仅需要人工往往还需要专门的工具 比如为了造出NASA的下一代大火箭SLS 他们首先得要造出一个专门的垂直组装中心VAC 来焊接燃料箱的仓顶、仓壁以及加强环 但就这个东西已经是个高约51.8米的大家伙了 你说浪不浪费吧 而3D打印由于是事先在CAD元件里面就组装好了的 当然就不需要这样的玩意儿了 另外我还想到了一点 拿之前的汽车自动化生产线来衍生 传统的火箭之所以不能这么玩呢 是因为它要装配的零件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嘛 你生产物理的装配机器人当然就会成本吃不消嘛 但你看对3D打印而言 你计算机里面的软件不就是相当于这些装配机器人了吗 只不过他们是虚拟的 他们将工作提前完成了而已 接着就是第三个好处 也很重要而且似乎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快 它还因为神所以造火箭也能够像写软件那样 小步快跑迅速迭代了 以往是半年才能看到结果 然后回过头去修改和调整 接着再等半年 而现在则有望做到 越越看结果 越越都跳一击 这样的迭代速度 几乎一定会牵出某种质的转变的 然后这后面的想象空间就真的很大了 最后作为一个3D打印加火箭的爱好者 我真心的希望这枚全3D打印的火箭能够首飞成功 然后也很希望尽快能够在咱们国家也看得到 这个3D打印的排鸡泡泡的引信虽然很好玩 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这个风貌拧进引信里面的裸杆实在是太容易断了 每次我都要非常温柔的操作 才有可能完好的将它拧进去或者是拧出来 而即便是这样也常常翻车 而即便是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我也是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做了很多的油画的 整奈这一轴的强度就是FDM3D打印机的死穴 它天然就比较弱嘛 所以该怎么解决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需要受力的零件躺着打了 因为在XY轴方向零件的强度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 同样的造型仅仅只是将打印的方向改一改 就能够比原本强上三倍 尤其是使用一些改良款的材料 比如拓足的PLA CF 就是在传统的聚乳酸材料里面加入了碳纤维 使它既能够像PLA那样好打 也能够像碳纤维那样强热 我现在用它就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好 但是并不是所有零件你都是能够躺着打的 比如我最近做的这两个 一个是排击泡泡弹风帽上面的裸杆 另外一个是M24手榴弹里面的隐性了 它们都需要将螺纹精确的打印出来之后 才能够装配起来的 所以只能够竖着它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接受它们易损坏的缺点了呢 并不是啊 我有两招可以交给你 一招简单一点可以对付普通场景 一招复杂一点可以对付特殊场景 简单招数就是 比如你要打印一根竖着的圆柱体 那么你可以在这根圆柱的中间打一个贯通的孔 它可以迫使切片软件在圆柱体的内部呢 多建一道墙 从而加强了零件的强度 那秉着同样的思路啊 你就可以在建模的时候 自己把这道墙给做出来嘛 实际上我这枚比较容易断掉的风帽里面呢 就增加了这个结构了 我特意在裸杆的内部建了一个直径给小的圆柱 并且还拉了四根加强筋连着内外壁 要不是这样 这个裸杆估计连一次旋转都是承受不住的啊 好 既然这样还不行 那我们就只能上第二方案了 它同样也涉及到开孔 不过这次我开的呢就是一个方孔了 然后再在方孔里面塞进去一根方条 这根方条你可以用比较强热的材料 比如拓足的PLACF躺在热床上打印 对的一定是躺着的 于是它就成为了一根钢筋 用胶水粘径数字结构里面去之后呢 就可以大大增加零件整体的强度了 我在迫击爆炮弹风帽螺杆里面 加进它之后呢效果就非常好 基本上可以很随意的拧松拧紧了 而且你看啊 在这个M24手榴弹的隐形里面呢 我也用到了同样的方法 所以哪怕它又细又长 中间还有着复杂的螺纹结构 你也可以随意领动啊 不怕折断 这两招你学会了吗 当然好想法还要靠好工具来实现啊 我一直都在给大家推荐拓足 今年呢它终于双十一了 力度还不小啊 喜欢的朋友真的就可以拔草了 我都有点后悔买早了 我觉得推荐拓足的机器呢 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第一 这台XAC我买的时候几乎是国内的第一批 到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这一年里面啊 几乎天天都在打印 它在中间从来就没有给我掉过链子 非常的稳定 以至于我后来又补充了好几台 有XEC也有PEP 还有暂时没有开箱的AE Mini 妥妥的就是个拓足粉啊 所以好东西当然是要分享给你了 你如果玩不好3D打印 大概率就是缺了一台拓足 那就赶紧补上它吧 这是文伟洲灯塔 我之前有介绍过 这是阿尼瓦灯塔 我才刚刚把模型做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它比它要大这么多呢 很简单啊 因为它是用核燃料来点燃上面的塔灯的 哦原来多出来的空间是放反应堆的 对吗 抱歉我误导大家了 虽然它用的的确是核燃料 但是却不用上反应堆 而是一个小到连C进车里面都没有难度的放射性同位数电池 RT机 至于它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大呢 哎 战斗民族就是喜欢大嘛 这需要理由吗 是的啊 阿尼瓦灯塔是一座苏联灯塔 沿着俄罗斯的北极海岸 苏联从1930年代起 便建立起了一个由100多座灯塔组成的导航网络 以避免过往船只在穿越本就凶险的北极航道是迷失方向 可灯塔不是光建起来就算完了的啊 它还需要维护 它还需要照料 它还需要手塔人啊 虽然手塔人都是很耐得住寂寞的 都是很坚毅且勇敢的 但他们还是有直线的 那北极地区呢 就是他们的直线了 苏联政府根本就找不到愿意守在这些北极灯塔里面的手塔人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免维护呗 直接给灯塔上核能开机就能用30年 没有人 哈 那就没有人吧 这些核灯塔里面使用的燃料呢 是C90 C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 其半衰期为29.1年 通常来自于核反应堆里面的核肥料 它是这么工作的啊 把C90放在放射性同位素电池的中央 机油漆衰变来产生热 而这些热呢 会被电池的内壁吸收 从而在电池的内外壁之间形成温差 此温差可以驱动热电效应 它指的是 某些材料在两个不同的温度的接触表面之间呢 会产生电压差 从而生成电流 这个效应被称为塞贝克效应 或者叫做塞贝克庞德效应 通常热电发电器使用热源和冷源之间的温差 来激发热电材料 从而产生电能 很多RT机呢 都是这么干的 但并不是全部啊 它只是热转换型放射性同位素电池中 通过热电偶来发电的一种而已 实际上呢 放射性同位素电池的工作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热转换型和非热转换型 热转换型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摔变 产生的热能 通过热电偶或者是热光符等方式 将热能转换为电能 热电偶啊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那个啦 那热光符呢 则是一种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热能 发射出来的红外线 被特殊的太阳能电池给吸收 从而产生电能的方式 热转换型的放射性同位素电池 常用的材料有 不238 G24 490等等 它们的搬帅器呢 都是比较长低 可以持续释放热能 那么非热转换型电池呢 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摔变 产生的电子 通过射线电池等方式 将电子直接转换为电能 射线电池是一种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的β摔变 产生的高速电子 与电机发生作用 从而产生电流的装置 非热转换型的放射性同位素电池 常用的材料有 穿布210 固60等等 它们的搬帅器呢 都是比较短的 可以快速的释放电子 其实啊 放射性同位素电池 通常都是被用在空间探测器上的 比如旅行者1号 2号 月球车 火星车等等 它虽然体积小 重量轻 寿命长 性能稳定 不受环境影响 但是 能量效率低 而且放射性污染的风险 当然啊 在地面上使用 得要甚至又甚才行 从这点上看起来 苏联人真的是 哎呀 什么都烦不了啊 果然 苏联解体之后呢 这些灯塔就没人要了 甚至没人管了 不 它本来好像就没人管了 于是 它们就都成了 拾荒者的乐园了 这些完全忽略 那个看起来 就很吓人的 标志的亡命之徒呢 徒手就将RTG给拆开了 再将里面看起来 但凡是有点值钱的金属 全都洗劫一空啊 至今 还有很多这样的放射性材料 下落不明啊 谁也说不清楚 它们到底在哪里 我终于为拓足的多色打印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应用 一个模型灯塔 塔身上呢 是这样的红白相间的图案 然后在灯式的这个部分 我用的是银色来打印的 毕竟想要体现出 一种反光的感觉嘛 这样呢 就既利用了拓足的AMS 能够在一个模型当中 使用不同材料的优点 又避免了像我之前 竖着打印 航母模型时 频繁换料 引发的大量浪费 与倒塌的风险了 算是一次小小的成功了 在Bambo Studio里面 填色呢 也是相当的方便啊 基本上就是 很直觉的操作了 所见即所得 我把它缩小到 45毫米高之后呢 再加上几个五金件 马上就能够变成 既精致又独特的钥匙扣了 哎 这个东西 你外面可是买不到的哦 对了 最后给你准备一个问题 为什么灯塔身上 是需要涂上这样的 红白相间的条纹的呢 我会在回答准确的朋友当中 挑一两个出来 把它送给你 我过来 我对你来说